被粉丝亲切称为姐姐的谢金燕 一直以严格的饮食控制 运动来保持苗条身材 在演艺圈中的自律程度令人称道 她本来就已经相当鲜瘦 最近参加大陆综艺节目《乘风2024》 因为训练太过操劳 体重竟然又往下降了一些 甚至达到新的低点 谢金燕今年初登上跨年舞台 当时的体重就已经降到只剩46.5公斤 未料最近参加浪捷舞之后 170公分的她进一步瘦到了44.7公斤 她在Instagram发出体重计照片 以哭泣的表情符号来表达无奈 并感叹道 这该怎么办呢 大家都说浪姐是减肥训练营 但我不想啊 谢金燕自嘲只剩灵魂的重量 看到近期拍的照片也吐槽 随便一阵风都可以把我吹倒吧 没看过自己腿细成这样 她虽然已经50岁 参加比赛仍相当怕命 这次在浪捷舞更是搞得一身伤 但她乐观自免 从不放过自己 为了要哄很久 展现不放弃的精神 芒果台的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五季浪捷舞 正如火如荼进行中 然而嘉宾名单却引发了争议 其中 谢金燕这位来自中国台湾省的嘉宾 成为众多网友关注的焦点 其不寻常的娱乐圈经历成为热议的话题 本文将深入探讨谢金燕的个人故事 解读她在娱乐圈中的坎坷经历 以及与亲生父亲诸葛亮的不解之缘 谢金燕当初以女丑身份踏入演艺圈 出路锋芒的时候 她的美腿和少女般的身材就引人注目 然而 她的娱乐生涯却早在15岁就开始 这个年轻的时候 她以参加电视节目的形式悄然进入大众视野 与其令人意外的是 她的新二代身份一直被巧妙地保密 直到主持人在某个瞬间将其揭开面纱 这种不为人知的身份背景 使得她的娱乐事业迎来了一个神秘而富有戏剧性的开端 15岁的谢金燕 年轻而充满朝气 她的娱乐生涯正如她的年龄一样嫩绿 初出茅庐 她以参加电视节目为媒介 逐渐融入了娱乐圈的巨大漩涡 而她的新二代身份则被巧妙地隐瞒 这也让她逃过了媒体狗仔队的关切目光 然而 这种隐瞒在她娱乐事业的发展中 不仅仅是一个插曲 更是为她未来的坎坷埋下了伏笔 年轻的谢金燕在娱乐圈的初探中逐渐展现出她不凡的才华 从女丑出道到引起媒体关注 她的演绎之路充满了曲折和惊喜 新二代的身份虽然被保密 但她的才情在无形中为她赢得了一片追随者 这个时候 她的娱乐事业 如同一颗出生的陈星 即将迎来曙光 谢金燕出路锋芒 以美腿女神的形象成功吸引了观众的眼球 然而 娱乐圈从未是一帆风顺的天堂 她的娱乐之路并非坦途 而是充满了坎坷和波折 15岁起步 她的娱乐生涯就像是一场旅程 充满了起伏 每一个起伏都在捶练她成为更加坚韧的娱乐战士 年轻的谢金燕在娱乐事业中不断攀升 从女丑到美腿女神 她的演绎事业达到了巅峰 她不仅仅凭借出色的外貌吸引了观众 更是凭借着自己的才华和实力 站网了娱乐圈的制高点 这一阶段 她的新二代身份逐渐被人们忘却 娱乐事业的成功 成为她个人传奇的标志 谢金燕在娱乐圈出路头角之时 一场车祸无情地打断了她的上升轨迹 这次车祸几乎让她失去了生育能力 这个年轻的女孩在生命的路口遭遇了沉重的打击 这一次意外不仅在身体上流下了难以愈合的伤痛 更在她演绎生涯的初期投下了一片阴影 使得她的娱乐之路变得更加曲折 车祸导致谢金燕的身体遭受了沉重的打击 而其中最为惨痛的是生育能力的丧失 医生在紧急救治后告诉她 要在30岁前尽早考虑生育 这个消息对于一个年轻的女性来说 无疑是一记晴天霹雳 而这也让她对未来的生活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焦虑 面对车祸带来的伤痛和医生的警告 谢金燕展现出了惊人的坚韧与生命力 她并没有被生育能力的丧失击垮 反而以更加坚强的姿态面对生活 这一段艰难的时期成为她成长的催化剂 也让她更加懂得珍惜生命的每一个瞬间 生育能力的丧失不仅对谢金燕的个人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更在她的演艺事业中造成了低谷 面对娱乐圈的残酷竞争 她的身体状态成为了外界关注的焦点 这一段时间 她在娱乐事业上经历了沉默和低谷 但坚韧的性格让她并没有轻言放弃 谢金燕并没有因为生育能力的丧失而放弃娱乐事业 相反 她以更加坚定的信念重新站起 通过不懈的努力和对娱乐事业的深爱 她逐渐走出低谷 事业迎来了新的高峰 这一过程既是对坚韧不拔的生命力的诠释 也是对娱乐梦想不懈追求的见证父亲朱哥亮 是台湾省娱乐圈的传奇人物 她以搞笑风格和卓越才华成为一时之选 然而 在她光芒背后隐藏着致命的弱点 毒瘾 这个父亲 如同娱乐圈的一颗璀璨星辰 却也深陷于赌博的泥沼 成为了谢金燕事业起伏的一大原因 诸葛亮的毒瘾成为谢金燕娱乐生涯的一座难以逾越的山 她从小就亲眼目睹父亲被讨债 不得不亲自找打牌的父亲要生活费 随着年龄的增长 她却发现自己不得不面对父亲赌债而背负的沉重压力 在娱乐圈 这样的家庭背景成为了她事业起伏的不可回避的命运 在一场演唱会上 谢金燕通过文字描述了被迫背上诸葛亮赌债的日子 她用文字诉说 好久不见的爸爸承诺又给出了 想弥补失去的亲情 但父亲的承诺一样维持不久 往后的日子 漫天飞的借款支票 欠条 此后我们母女三人的日子只有法院 船票 债主 这场演唱会的独白 不仅是对生活的宣泄 更是一个复杂家庭的写照 也勾露出了谢金燕娱乐生涯的坎坷真诚 谢金燕的矛盾家庭背景 既是她生活的创伤 也成为她事业起伏的原因 面对父亲诸葛亮的毒瘾 她的人生选择显得更为艰难 是继续背负家庭的赌债 还是选择追求自己的梦想 这是一个让她深陷矛盾的两难选择 也使得她在娱乐圈中走过了一段曲折而富有戏剧性的路程 35岁的谢金燕 本应是她事业巅峰的时刻 然而却因为亲生父亲诸葛亮的一次踢保 让她的娱乐生涯陷入沉重的压力之中 这一揭秘成为媒体热议的焦点 对她的事业和形象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冲击 舆论的暴风如同一把锋利的刀子 狠狠地刺向她的职业生涯 媒体对谢金燕的围攻愈演愈烈 曝光她不认儿子的事实 使得她的形象备受质疑 在信息传播的浪潮中 真相往往被混淆 每一条报道都像是一把利刃 割裂着她曾经的光辉形象 围攻的浪潮中 她仿佛置身于一片混沌的海洋 寻找着真相的方向 谢金燕在舆论的漩涡中苦苦挣扎 她面对重重压力 不得不做出艰难的抉择 是否坚持自己的立场 还是选择妥协来保全形象 这个问题成为她内心深处一场激烈的较量 而这场较量的结果将直接影响 她未来的娱乐生涯 面对舆论的巨大压力 谢金燕最终选择了暂时退出娱乐圈 这个决定不仅是对事业的一次停顿 更是她对自己的一次深刻反思 在热闹的娱乐圈背后 她开始审视自己的内心 思考着人生的真谛 这段暂时的退影期成为她重新定义自己的时刻 暂时退出娱乐圈 并不代表谢金燕放弃 在这段逆境中 她开始经历一次内心的蜕变 对过去的错误和曲折 她选择坦然面对 并在逆境中找到了重新出发的动力 内心的坚守成为她崭新人生的基石 她开始重新审视人生 为自己开启了一扇全新的大门